0403以及0423两度大地震花莲受灾严重 金华集团旗下的太鲁阁经营酒店23号是宣布延长停业 从原定的4月底拉长到了6月30号 而观光业者初估 0403以来花莲观光产值震掉了数十亿元 暑假档期恐怕不乐观 今年很难过 花莲渔镇摇不停 观光产业受害严重 花莲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表示 目前花莲县饭店旅馆的平均住房率 不论平假日都不到5% 几乎等于没有游客 不少饭店形同空城 于过去平日4成 假日7成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统计下来4月份 光饭店的营业损失 以及包含退订的部分 就上看5亿元 原先我们认为 这个希望复苏期在暑假 能够见到一点暑光 但是经过423地震之后 我们认为这个复苏期还要再拉长 另外观光除了饭店受到影响之外 还有乐园餐饮 远雄海洋公园行销总监表示 远雄海洋公园日前已经公告休元到4月30号 但近两日余震不断 造成很多本来已经完成检测的设备设施 又必须重新检验 内部也在商讨是否将延迟副业时间 将以游客安全为最大考量 这次因为受到第二次的一个余震的来袭 其实连续的两天 其实造成园区 所有的原本的修复工作都已经先做了暂停 那目前看起来也有封面的来袭 所以目前原定的5月1号的开源时程 可能会再稍微往后延一点点 但是因为受限现在所有的公班都还没有把它进来 所以整个的开放的时间 我们会先以员工的安全 还有游客的安全为优先 一切确定之后 会再正式对外公布我们的开源时间 花莲是目的型旅游的区域 游客来花莲看的是整个花莲氛围 因此希望政府提供业者的协助 应该以整个花莲旅游为面向 而不是局限在饭店、乐园或是餐饮 期待能够借由政府的支持 看到整体花莲旅游信息的恢复 记者综合报道